或问,或者有人问,若然,犯无逆罪,而不诽谤正法,观景为可往生。 前面呢,我们学到这个地方,这个地方很重要,对我们念佛求生进度,关系很大,或者有人提出这么个问题。 这个人犯无逆罪,无逆,完全违背了信德,果报决定在无间地狱,无中中罪。 越失望后越重,第一个沙父,比沙父重的是沙母。 比沙母亲重的是沙阿罗汉,阿罗汉是老四,好的老四,你害了他。 让多少人的发生毁灭,跟着断了。 所以这个罪啊,比沙父母还重。 那么第四个,就是出佛身血,也就是想杀佛。 佛的佛报答,护发神斗。 啊,没有人能够,没有人能够杀佛的,但是,让佛身上出血,受伤,这是有可能的。 啊,那么这种罪啊,那么这种罪的时候,比沙阿罗汉最重。 啊,最重的呢,就是佛活和神斗。 啊,四个人以上,在一起共修,能够遵守六合径。 这个团体,是天人最尊敬的,因为他们确实可以成圣、成贤,成菩萨、成佛。 那,你把他这个团体破坏,让佛法不能常住在世间,这是最重的罪过。 啊,没有比这个更重的罪。 啊,那么造了无虐罪,这个人没有毁谤佛法。 啊,能不能往上。 啊,能不能往上。 啊,观无量寿经上说的,他可以往上。 啊,真正。 啊,真正。 觉悟回头。 忏悔。 信念持明,也能莫死。 这才行使出,尽宗的殊胜。 啊,尽宗的不可思议。 慈悲到极处啊。 啊,观经,这么说的。 。 若有一人,但毁谤正法,而不犯无虐,可往生负。 啊,能不能往生。 往生论处。 上君有解答。 但令毁谤正法,虽更无虐罪,比不得生。 何以言之。 今云,无虐罪人,都阿比大地狱中。 居受一几种罪,但竭尽得出。 毁谤正法人,都阿比大地狱。 此劫热尽了。 佛转是踏放阿比大地狱中。 如是辗转。 仅被牵阿比大地狱。 佛不计得出世界。 以毁谤正法罪集中苦。 《往生论处》是坦乱法斯的作品。 这是金宗大德。 不知道古德为什么没有把它排列在祖司的位置上。 这是讲不过去的。 坦乱各道主,确实是金宗的祖司。 一代的祖司大德。 这两个人应当要补进去。 现在金宗十四代。 那么再补两个人,就是十五代跟十六代了。 那金宗有十六位祖司。 他们的话是可以相信的。 为什么? 这些祖司都是得念佛三美。 而且都是正念叨的理议心不乱。 虽然夜门深入。 夜举迷途。 夜深不拐弯。 这些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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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正。 通宗通教。 是否。 这些人。 那他无所不知。 为我们实现。 为我们实现。 夜门深入。 常识寻修。 给念佛人做好样子。 好奇蔔。